有母女两个女儿上个星期刚从英国回来探亲 她到上海之后妈妈请她在一个饭店里吃饭 那么一名服务员女的服务员小女孩端菜的时候呢 比较紧张突然把菜汁啊撒了她妈妈一声 她妈妈非常的生气刚要发脾气恼火 这个小女孩服务生已经被吓得在边上不敢讲话了 这个时候没想到女儿马上站起来 手脚非常麻利的就帮妈妈擦衣服 一边和蔼可亲的和服务员说 没关系的我们回家洗洗就好了 对不起对不起 回到家之后母亲非常不解的问 她做错 为什么像你做错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呢 妈妈你知道吗 留学前我在家里也是什么都不做的 在英国我也去打服务生的工作 我也洗碗打碎了酒杯 把汤撒在客人的身上 我惊恐万分把我吓坏了 客人非常声势的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而老板娘过来抱着我说 亲爱的没有关系 让其他员工把碎玻璃扫掉 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女儿对妈妈说 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 妈妈 别人能够原谅你女儿的过失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她的妈妈一样 去原谅她的过失呢 所以学博人原谅别人 就是放过自己 放不过自己的人 首先伤害的就是自己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一定要退一步海阔天空 原谅别人 就是给自己留出一条退路 好 詞曲 李宗盛